建築小城市 这里有一片空地 道路上堆满了泥土 还长了好多杂草 档子都还没有盖好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 用泥土盖好这个小城市 所以需要工程车来帮忙 首先我们用的是 灰土机 看就算是好大的树木 推土机一下就可以把它给推倒 泥土都被挖起来了 太厉害了 我们看马路露出来了 可是马路上还是脏脏的耶 别担心交给扫街车来处理吧 扫街车就像是马路的吸尘器 一下子就清洁溜溜咯 我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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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路清干净了 接下来换水泥车 我们有小水泥车 还有一台更大的水泥车 它背着一个大大的罐子 可以转啊转的 怎么玩呢 我们有水泥色的黏土 把它揉一揉 然后塞进去水泥车背上的罐子里 转啊转的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泥补转出来哦 你猜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把模具塞满 看出来了吗 这是一个路障 在施工之前 先把马路绷起来 才不会发生意外哦 接下来我们来盖房子 今天我要盖彩色的房子 是粉红色墙面哦 房子的墙壁折好咯 接着我们要来做的是 铺顶 小水泥车 看你登场咯 我们先挑一个适合的形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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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年虎挤出来 铺在小房屋的屋顶 屋顶做好咯 轻轻的折一下 放上去 再来我们做门 还有窗户 喜欢什么颜色呢 可以自己搭配哦 黄色的小房子 还有红色小屋 黏土小城市快要完成了 城市里一定少不了的就是 汽车 拖掉车来了 把这些小汽车拖到汽车工厂里 准备装上引擎咯 黄色的车会是什么车呢 看出来了吗 没错是计程车 超好引擎了 超好引擎了 继程车可以出发咯 折掉车又来了 又来了一定要跑车 红色最适合跑车了 红色最适合跑车了 准备出发咯 咻 小心小心 赶快装上红绿灯 咻 大家都遵守交通号制 这样开车才安全咯 咦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没盖好咧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没盖好咧 灰口鸡出动 倒街车出动 水泥车出动 我们盖好一个水池了 真的可以装水耶 里面可以养几条鱼 城市里有好多车子 有了这种封城车的包吗 我们盖好了粘土小城市 还有一个水池 扫街车 大水泥车 还有脱钓车 还有脱钓车 谢谢你们的帮忙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